8月3日下午,香港一批极端激进的非法示威者在尖沙嘴海港城外撤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扔入海中,公然践踏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香港社会各界强烈谴责暴徒的恶劣行径。 8月5日上午,在香港培桥中学内,数十名香港市民和学生自发到操场集合,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庄重的升旗仪式。 培桥中学的操场上,雄壮的国歌声中,六名中学生将国旗缓缓升起,大家面向国旗高唱国歌,神情庄严而肃募。 对于国旗的认识,如何正确对待国旗,这些年纪比扯下国旗的非法示威者小上许多的中学生,可以给那些激进分子好好地上一课。 国旗是我们应该要尊重的,因为基本法都一直写明要尊重国旗,不可以委坏国旗。 国旗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专业,不应该被侵犯的,也不应该被侵犯的。 我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完全超越了和平示威的,他们的一个所谓和平示威。 他们这个行为是很侮辱性和很冒犯性的,我认为是。 其实他们这个行为是不能够接受的,我认为是。 我是十分之不能够理解他们这种行为的。 我感觉有什么可以好好用言语去表达,但是不应该去损毁一个国家的象征。 还有他们都不应该在香港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去损毁一个国家的原则。 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常常去强调他们的两种制度的不同,但是他们都要记住, 一国两制是基于一个国家的前提之下,我们才可以拥有两个制度。 所以我们应该更好地去维护这个国家和维护这个国家的专业。 裴乔中学创办于1946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裴乔中学成为香港第一批在校内选拐五星红旗的学校。 逢美洲的周一,裴乔中学的群体师生都会聚集在学校的操场,举行升旗仪式。 裴乔中学校长吴焕杰说,看到有暴徒将五星红旗丢到海里,自己十分愤慨, 希望爱国爱港的同胞团结起来,对暴力说不。 应该全部外国爱港的同胞都应该对这一件事非常愤慨。 我们都藉着这个机会,希望全港的同胞都可以团结起来, 一起对暴力说不,对于损毁我们国旗的行为说不。 据了解,发生国旗被丢入海中事件之后,香港多个团体和市民同声谴责, 近日更有数个团体和个人自发展开保护国旗行动,捍卫国家尊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